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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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并没有足够的人口去见到这个AC 因为这个月景还没有照好 当时这个情况可以选择猛插旗子 因为这个病银只要猛插旗子的话 就他就不会攻击了 但是关键是一定要猛 你会看到那个病银很抽筋的 不断的举手放手 举手放手举手放手 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 哎呀 抢到 能抢到 nono的练极片能慢 看一下平时 可能并没有想补到 哎 补到了 没补着 没补着 还是被 抢大了宝物 同时被nono得到了经验 这一点我还是比较偏向于抢到宝物的 嗯 因为有了宝物之后 就会映入这种接下来的比赛 将会变得更加的威猛 看一下这边的情况 现在还在寻找 但是前期而言 加15%攻击速度的手套 还是属于这一个类型 宝物当中的第三名 还是非常的菜 其实不知道接下来之后 有怎样的发生 哎 了胜于无啊 哎 这个 被抢到 被抢到宝物的一方 应该是内心很抽搐 对啊 哎 这边但是升级了 大概是胜利的升到两击 稍微开心了一点 从固定下损失 从今天比赛当中来看 可乐状态其实还并不是很好 对于一些细节的把控上面 还是很不到位 特别是 没有做很精准 他对于对方的大法师的抽模 是始终是并没有去 意识对方的魔法之 究竟有多少还是选择硬抽 嗯 我看到双方队之后 怪要进行一番糾索 其实很简单 只要在那边 恶魔来了 猛A恶魔就是了 不用多讲 但是如果你要是跟恶魔硬拼的话 你还是得借助一些 夫妻们之间的走位操作等等 还是迟迟牛身基地 想要进行rush吗 但是 现在这种架势 想要rush下来 还真有可能 可乐是 前线操作太high 后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就家中的少放了 终于是抢起来了 放下了月景 同时购买了鞋 这样的话 自己前期的一的钱 也是一下子全部花了出来 但是花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晚 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 两个EC把这个怪补掉 可能终于可以有一点经验来 哎呀一本书 看一下这边 可乐依旧是在寻找着一个秘珠对方 啊这边因为对方想要去买粉 他这边也是意识的 所以说第一时间是 已经买到了 大法有鞋有粉 卖掉了鞋 买了单传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传到后面那个 前面那个佛特曼身上 应该还有机会 啊这边 两边都是恶魔猎手 在进行追赶 啊 怎么会是恶魔猎手被大法师 随着了 这有拍戏啊 可乐的小经理也是遍布全球啊 嗯 但是诺诺是升级的顶盾 那这样的话很明显的是想要Rush了 只是 这个Rush真的会有效 让他走 让他走啦 因为大法师本身也很危险 所以说他也是不敢对方降 顾入到了 想要开框 但大法师有单传了 我但单传得有吟唱时间的嘛 那 五秒钟吟唱时间 我到来不及了 五秒钟吟唱时间就够带他走了 23秒钟好像大法师我记得 已经上去啊 大法师直接就走了 大法师出事了 哎 这你看就单纯是存储骗自己 刚才这种情况 你用Hotman为自己卡一下路道还是 哇 我们看到一个小精灵的爆炸 直接是让弄到这一盘 就乱七八糟了 对 很彻底的乱七八糟 就真的乱七八糟这个层 使用得很好 好了 回去之前还要 你真的想强行杀恶魔吗 我们讲出戏了 对 真讲出戏了 来 围住 围个一个 围围死 好了 这一波要团灭了 我看出来 就肯定不打对 可乐的想法还是很明确 就是说 冰身材就是为了打的 打冰绝对远远不如杀农民 但是这边只杀了四个农民 我觉得还是挺亏的 三个吧 这边已经杀了三个 这是第四个 这是第四个 这是第五个 而且是分头操作啊 知道我这么多人 一起杀 这个 哥们 这个又是取消了 他还是 直接就放下 好快的一场比赛啊 那还是说一下 人族的建筑啊 人族建筑 如果说给自己里面